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自然也不怎么操心 自然有宫定力往各处宫里送 太后那边自然是头一家 还有宫中那些有名分的娘娘一人送信 最后便轮到了长公主所在的广信宫 虽然皇后一直不怎么喜欢这个小姑子 但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也得着力巴结 这时节东宫后乡便是在忙着分绣布的事情 红竹伺候完皇后便没有什么具体事了 她左右无视便站在门外盯着那些身材苗条的宫女们忙碌着 眼光浸在那些宫女们丰满微翘的臀上扫着 忽然间腰间一通 扭头看过去 只见一个眉眼里尽是妩媚劲头的宫女正在恨恨地看着自己 她不由低声赤道 秀儿你疯了 这么多人 这是在宫里 这个胆大到敢掐东宫首领害贱的小宫女 便是范贤曾经听到的那个秀儿 也是红竹在深宫寂寞之中找的一个伴 秀儿咬着下唇咕弄的 你眼睛都在往哪瞄呢 你知道这是在宫里 红竹嘻嘻笑了两声 哄了两句 心想 我一个太监 也只好用眼睛手指头过过肝炎 直到吃醋吗 她并不以为意 只是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好奇问她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也是要你去各宫里送秀布吧 秀儿好奇地看着她紧张的神情 恶然说道 不是啊 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 娘娘忽然记起了一件好久都没有用过的小物件 要我进厢房里找找 红竹心情微松 小心问道 是什么物件 一块浅清的欲绝 也不知道是谁多嘴 让娘娘想起这东西来 这都多少年没用的东西了 一时间怎么找得到吗 如果找不到 怎么向娘娘交代啊 红竹心头大喜 知道自己先前说的话终于起了作用 皇后娘娘终于想起要找那块欲绝 便在这个时候 一位宫女眼嘴笑着从她二人身边走过 秀儿恼火撑道 你笑什么笑 那位宫女吐了吐舌头 说道 救星你们笑 我笑不得 庆国的皇宫 其实并不如百姓们所想象的那样光明堂皇 也并不如那些小说家所虚构的一般黑暗恐怖 尤其是在东宫里 皇后心知肚明自己的弱势与无奈 所以刻意在这些细微处下功夫 对于宫女太监比较温和 玉下并不如何严苛 存着一个广结善缘的意思 而红竹也是一个惯能小异谨慎的人物 哪怕如今成了首领太监 对于下面这些人也不怎么移植气势 所以那位宫女才敢开他们二人的玩笑 这时去哪儿呢 红竹微笑着看着那个宫女 以及宫女身后抱着两卷上好绣布的小太监 宫女笑嘻嘻地行了一礼 说道 这是送去广信宫的 红竹笑着点点头让她去了 那名宫女名叫王隽 能有姓氏 说明在东宫里还是比较受宠的人物 她带着两名小太监来到广信宫外 知道长公主殿下的习气 挥挥手便让两名小太监 候在外面 她一个人辛苦地抱着绣布进去 宫里自然有长公主的宫女们接了过去 既然是代表皇后过来的人 长公主自然也随意地和那名宫女说了几句话 问候皇后娘娘好 便打发她出去了 广信宫里安静无人时 长公主才转到了屏风后 看着那个满脸幸福神色的庆国太子 温和笑着说道 治国三策背好了没有 太子痴迷地望着她 点了点头 轻轻地握住了长公主柔弱无骨的手 就像是捧着一方脆弱易碎的玉石那般 捧到了自己的脸庞 蹭了一蹭 轻声说道 琴儿已经背好了 长公主轻轻用手指尖 点了点她的眉间 看着太子眉宇间那抹熟悉的痕迹 不知怎的心头一痛 后腹有一软 用双手捧着太子的脸 眼波微动 柔声说道 喂 好好背给姑姑听 东宫之中 皇后娘娘正在发脾气 因为宫女们找了许久 还是没有找到那块水清儿的欲绝 这让皇后的心情很不好 秀儿胆战心惊地站在皇后的身边 心里想着 这位主子 怎么今天偏要在那块玉绝上下功夫 她哪里知道 皇后是被红竹的话语所触动 想觅些许多年前的光阴尾巴 别本宫仔细地找 皇后十分生气 只是偶尔一动念 想找个东西 结果却偏生找不到 自己欲下宽后 这些奴才们居然翻了天 她也隐约听说过 宫里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家伙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敢胆大包天 在东宫里伸手 想到自己在宫中孤立无援 现在居然被这些狗奴才们 欺到头上来 皇后气得嘴唇发抖 对着面前跪了一排的太监宫女 阴寒说道 铺房里找不到 就在各房里送 底下跪着的那排人 面色极其难看 纷纷在心里面想着 这难道是准备抄宫吗 右下方那三个小太监 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心中害意无比 因为东宫里那些 陈年不用的小物件 基本上都是被他们 偷出宫去卖了 先前皇后说的那块欲绝 也在其中 好在此时 众人都被皇后尖锐 阴厉的训斥吓得极惨 脸色都不怎么好 所以这三名小太监 内心的小骨 并没有被旁人察觉 皇后把右手重重的 往岸上一拍 右手中指上那块祖母绿扳指 啪的一声就摔碎了 她大怒说道 查出来是谁手脚不干净 也不用再毁我 直接给我打死了去 红竹低着头 看着岸上地上那些祖母绿碎片 鼓笑响着 这块班纸可比那玉绝值钱多了 但她清楚 皇后要是偶一动念 内心恼火 借此立威轻功 也不好多说什么 微微欠身 领了命 便带着一些上等宫女太监 在宫里搜了起来 一时间东宫后方的乡院里脚步阵阵 翻箱倒跪声大起 就如同是抄家一般 令人说不出的心计 那些老老实实在门外等着命运吩咐的宫女太监 并不怎么担心 就连那三个精手的小太监也并不害怕 因为这种事情做得多了 谁也不会傻到把那些犯忌讳的脏物 藏在自己的房里 然而 看来有人确实这么傻 三名小太监傻了眼 而本来是带着娇横之色 看着众人的那名宫女 脸色疏的一声惨白了起来 尖声说道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 红烛为了避嫌 没有亲自进去搜 但当看到一名太监 从那宫女床下搜出这块欲绝来时 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望着那名宫女摇了摇头 这名宫女 正是先前送绣布去广信宫的那位 她脸色惨白 眼神里一片迷乱 啪的一声跪到了红烛的面前 抖着声音说道 小红公公 不关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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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偷了这块欲绝的三名太监 面面相去 暗存这块欲绝不是已经迈出宫去了吗 怎么又会忽然出现在东宫里 出现在这位宫女的手中 三名太监后背一下子就吓出汗来 因为脏物出现 谁知道待会会审出什么问题来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长公主李云锐的扮演者C小调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被制作 第八百五十二集 红竹皱眉 看着跪在自己身前的宫女 叹了口气说道 绑了 等着娘娘发落 几个壮实一些的太监上前 把那宫女掀翻在地 用麻绳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那名宫女已经吓得人事不醒 只能不停地击声喊着冤枉 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块欲绝 红竹摇摇头 往前宫去复命 那三名太监对视一眼 有一位胆子大一些地跟了上去 跟在红竹的身后 哑的一声音说道 公公 娘娘先前的意思 是找到东西就直接把那犯贱的打死 这时候和娘娘说 只怕娘娘心里会不痛快 连累了公公不好 红竹停住脚步想了想 说道 这事儿太大 还是等让主子们说话 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可别太多事 那太监的眼里闪过一道失望之色 他原本想借红竹之手 直接将那宫女杖杀 那不管那块欲绝是怎么再次进的宫 只要人已经死了 欲绝又回来了 怎么也不会查到自己的身上 没有想到红竹竟然还是要去请皇后的命 红竹冷笑着 寒寒地看着他一眼 说道 哼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他一个人 哪里这么大的胆子偷宫中的东西 一定另有帮手帮他遮掩 就算没有帮手 但这东西从哪里来 待会儿让内庭的人仔细审审 一定能审出源头 那个太监心里大寒 心想这源头 如果真的审下去 还不是得把自己三人揪出来 可是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向红竹坦诚此事的 只是试探着问道 不知道 娘娘会怎么处置 唉 真正查到这宫里的祸害 乱仗打死是好的 就怕扔到天牢里去 被监察院的那帮变态折腾 红竹叹了一口气 那太监眼睛珠子一转 吞了一口恐惧的口水 说了 毕竟是宫里的事情 如果让内庭和监察院的人查 只怕 娘娘也会没了脸面 要不 咱们自己先查一查 红竹似乎被这话说得有些心动 用余光一瞥 恰好瞧见那太监眼中的一抹杀意 笑了笑便点了点头 吩咐他 用心神 等到了乾公的寝殿 红竹却是换了另一副嘴脸 先将已经查到的消息告诉了皇后 却又诚恳无比地劝说皇后以宽人处置 毕竟太后这几日都在吃素 如果出了人命 只怕老人家不喜 皇后本来十分恼怒 但被红竹劝说着也渐渐消了气 手中拿着那块水清儿的欲绝 缓缓抚摸 皱眉说道 有道理 不过死最可招 活最难免 增负下去 给我重重的打 红竹领命正准备去后面 皇后却又换住了他 说道 你去做事 交代下去就好 你留在本宫这里 向来听你自夸手巧 腌个金丝烙子 好把这欲绝记起来 皇后的表情平静 听不出任何情绪 红竹却是心头暗喜 心想 如果让我去主持审问 谁知道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 一位太监面色难看地跪到了宫外 红竹皱着眉头过去 听她说了两声 脸色也难看起来 她凑到皇后的耳边 轻声说了两句 皇后的峨眉皱了起来 厌恶说道 真不激 吃不住打也罢了 总算有两分羞耻心 小的自杀 求个干净 让金乐堂脱去烧了 红竹心头微颤 但她清楚 在这些贵人的眼中 自己这些奴才只是被指使玩弄的对象 人命不如蝼蚁 她沉默地欠了身 然后去安排那名宫女的后事 她知道宫女的死亡 肯定不是自杀那么简单 一定是先前自己安排审她的太监 为了灭口 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生命财产 而暗中下的毒手 不过这本来就是红竹安排的事情 所以她也并不如何吃惊 只是对那位无辜的宫女 生起了一丝歉疚 庆国皇宫极其扩大 占了京都四分之一的面积 里面住着天下最尊贵的男人女人 也生活着天底下最卑贱的女人 和不男不女的人 在这座梁沁庆的宫里 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故事 不知道有多少卑贱者 会离奇或是无生的消失和死亡 而没有任何人 记得他们曾经在皇宫中存在吗 虽然庆国的皇族并不以严苛闻名 然而这种阶层间的森严壁垒 注定了皇宫永远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 所以东宫里一名普通宫女的死 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只是敬乐堂的烧场上 又多了一具女尸 秀衣局里有一个丫头 很幸运地得到了进入东宫服侍皇后娘娘的机会 皇后娘娘依然每天听着红主讲笑话 皇太后依然每天吃素 太子依然每天学习治国之道 再去广兴宫里向长公主请教 一切如常 但凡大族大户 若有人从外面攻来 总是意识不为负面 因为他的底子够狠 然而如果是家族内部出现问题 自己人开始动手 猜疑 倾压这种事情形成风气 那离死亡的那天也就不远了 在影州新修城的土石大堤上 范贤看着堤下的大江滚滚东去 若有所思地说道 千里之堤毁于乙血 千年之祖毁于一面 他回过头 对一脸有黑的杨万里说道 我说的不仅仅是你修的江堤 也不仅仅是指明家 还包括这个天下 范贤没有把话说明白 他掐算着时间 今天应该就是那个宫女死亡的日子 再过些时 等流言起来 皇帝注意到东宫宫女的离奇死亡 以他的猜疑心 一定会察觉到很多问题 皇族表面上的平静与和睦 或者就会因为那名宫女的死亡 而产生人们意想不到的动荡 杨万里看了身边的范贤一眼 说道 老师 江南的事情已定 你也不要太操心了 他这话说得很真心 很诚恳 此时的杨万里 经由了大半年河堤上的风吹雨打 河运总督衙门里的扯皮推诿 早已渐渐摸清了做官的真谛 民生的艰难 为官者 若想为百姓做事 替朝廷分忧 手中就一定要有权有钱 不然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杨万里因为有范贤做靠山 所以在公布没有哪个上司敢对他指手画脚 河运总督衙门里虽然依然一塌糊涂 可是他却有权力直接拨内裤的银子 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人能够给他制造障碍 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一服两袖清风 便敢对着门声大吵大嚷的纯洁青年 每念及此 对于门师当年在杭州西湖边里的教训 深深的佩服 此时二人脚下连绵不尽的河岸长堤 便是这一年里杨万里的成就 每每看着那些方石黄土 看着低下驯服的江水 他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充实与骄傲 身上打着补丁的衣服 有黑的面庞 都成为了一种光荣的印记 杨万里清楚 自己能够达成人生理想 所依靠的便是老范尚书和小范大人父子二人 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提醒 所以他对于门师的到来 一则喜悦一则担忧 说出了先前那句话 天下人都知道范贤在回京的时候 曾经遇袭 杨万里很担心 门师的身体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叶青雷和皇后的扮演者 崇小师 更多精彩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第八百五十三集 范贤摇摇头 望着脚下的江水说道 无妨 你不要将我看得太高 我是个懒人 不会忙于正午而坏了自己的身体 至于江南的事情 明家的七寸早被捏住了 他们自然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只是如果想一口吃掉 其实还是有些困难 如今的杨万里 当然能听懂这话里的意思 吃掉明家不难 关键是明家背后的皇族成员们 如果范贤不用忌讳宫中的情况 明家早就已经为他吃掉了 范贤笑了笑 没有详细的说具体情况 只是安慰说道 此次回京 不有收获 陛下顿整立志的决心虽然没有下 但是朝堂之上的换协 已经开始进行 你应该在底报上 看见了程嘉林的名字 是啊 嘉林兄是我们四人当中 第一个回朝任职的 杨万里高兴地说着 范贤遇刺的调查无疾而终 而沁国皇帝 却借机赶走了一些老家伙 安插了许多新人入朝 范门四子之中最没有名气的程嘉林 便攻逢其会 越即提拔 如今已经是礼部员外郎 是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 范贤看了他一眼笑道 你们四人之中 嘉林是最沉默中庸 也为因此 他反而走得比纪长 更顺利一些 当然 纪长的问题也在我 如果不是我把他喊到萧州去 他也不会陷入此种僵局之中 只怕他不要怪我才是啊 嗯 老师这说的什么话 焦州的事情 季长也来信与我说过 姿势体大 也只有季长才能处置 范贤点点头 既然四人知道自己的苦心 那也不用自己再多解释 二人沿着长长的江堤 往着下游的方向走去 一路散步 一路说着闲话 范贤提醒他 你在河宫崖门的事情 我很清楚 朝廷也很清楚 如今拼命万里的称谓 也传入了宫中 这对你将来是大有好处 不过 你还是要记住 我当年说的那句话 修河宫这种事情 你会的事情 就要努力去做 你不懂的事情 千万不要胡乱之后 在河地上待了一年 再不懂的东西 也了解了一些 范贤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河宫乃大事 甚至比西湖北极边境上的战事 更了解 如果只是了解一些 这一些 怎么足够支撑你说出 如此些些十足的话来 杨宫里马上听懂了 惭愧受教 区区一年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止住和欢 这是十年之功 甚至是百年之功 甚至 只要人们在这大江两岸 生活多少年 就要修多少年 你要解消解草 甘心寂寞才是 是老师 不过 也要注意培养一些 得力的下属和专才 虽说你有为万民造福之愿 可是常年风吹雨 身自古也怕受不了 你偏要除了得力的人 和公衙门就不要再待了 给我回京 认真做事去 杨宫里一惊 赶紧分说道 老师 我可不想回京 经理比大地上可麻烦多了 再说 我也不怕吃苦 早习惯了 经理当然麻烦 但你要做事 就必须回京 这和你能不能撑住这份苦无关 我还指望你多活几年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连媳妇都还没去 传出去笑什么话呀 杨万里苦恼不敢多言语 说来也奇妙 范贤的年龄比他们四位门生都要小 可是这两年里偶尔碰在一处 范贤摆起门师的谱教训他们 竟也是越来越习惯了 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居遗体 养遗器 后几日 范贤依然是在影州盘缓 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堤上 与杨万里指指点点 却也免不了要受 和公总督衙门的宴请 一般的地方官员 范贤可以推脱 可这一次和公总督 竟是亲自前来宴请 这等面子实在是没辙 总督请范贤的理由很简单 和公总督衙门缺的就是银子 而范贤主持内裤 有的就是银子 这一年和公总督衙门修和顺利 大受圣上嘉奖 就是因为范贤从明里暗里 对这个衙门投注了十分热情 和无数的银两 这种情分 由不得总督大人感激不已 而让杨万里感到奇怪的是 门师一直停留在影州 究竟是为什么呢 行江南路钦差 当然可以巡视大地建设 可是看范贤的模样 竟是准备在这里待半个月 有一天 杨万里大着胆子问道 老师 你难道不去苏州吗 不着急 再等等 范贤笑了起来 庆国京都在北 苏州在东 他此时稳坐影州 冷眼旁观着两地 即将发生的事情 就如同一个挑夫挑了两弹刺果 恰好将扁担挑在肩上乘着力 却不担心被那些刺果刺痛自己的大腿 他在等着苏州的事情先进入正题 然后等着京都的事情爆发 影州是看戏最好的地方 因为虽然他这个人在天下官员的眼中十分犯贤 但在这种敏感的时刻 他依然需要避险 监察院起年小组 在江南有两位领头人物 一位是在明北三大房 同管内库出产事宜的苏文茂 一位是在苏州城内库运转司里 盯着明家动静的洪长青 针对明家的动作 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布了局 而真正的动局也从半年前就开始 一面招商钱庄大力的向明家输银 以支持对方的渠道和日常所需 又开始挑弄明兰石开拓新的商路 同时还对那位只喜欢相扑的明六爷下了手 那位糊涂的明六爷 只知道招商钱庄借了自己不少银子花 却根本没有想过 自己在明家的股份 早已经成了招商钱庄里的几张气质 这一切都是明着进行的 因为招商钱庄就算此时逼债 以明家的雄厚实力 手中的货物抵押 日常的流水 太平钱庄的支持 依然可以应付 而不必被迫清盘 以商行股份和田产来清场 所以一直以来 摆在范贤面前的问题 便是如何让明家的流水急速缩价 让明家的周转发生严重的问题 对付明家这么庞大的产业 就算再有钱 只怕都很难达成这个目标 但问题在于 范贤拥有内库的全权处置权 死死地掐住了货物的供应 也等若是扼住了明家的咽喉 率先动手的是苏文贸 在内库转运副使 那位任绍安堂兄弟的权力配合下 在庆余堂几位老叶掌柜的巧手安排下 从去年夏末时 内库三大房的出产 便开始逐步稳定的上升 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出货多 吃的货也必然就多 明家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加之这段时间之内 监察院对于明家的骚扰也放松了不少 所以明家的整个产业全部活了过来 一时间吞了无数的货 向着东夷城和泉州方向运去 如此大的一笔货物 虽然后去了明家大量银钱 但是明清达并不担心 因为这一转手便有回银进账 这也正是他那段日子里 感觉心情轻松的原因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日子 然而内库转运私三大房 忽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停工了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大宝的扮演者李嘉祥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八百五十四集 停工的消息传到苏州以后 明清达大发雷霆 让明来时赶紧到内库转运私衙门 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洪长青很无耻地接下了他的质问 却只肯表示三大房正在进行立场的设备检修 需要等一些时辰 明家有发怒和咆哮的资格 因为他是内库招标 出了无数万两银子的黄商 内库既然收了他的标银 就要保证他的来货渠道 不然他是可以去打御前官司的 但洪长青也有拖延的借口 因为三大房在去年一年里的出货 已经完成了标书上的份额 就算停个十天半个月 你明家该收的货也已经收完了 明清达无可奈何 只得运用官场中的力量 打探泯出一地的真正消息 好不容易有消息回来 听说是三大房里又开始闹公巢 那位监察院的苏大人砍了二十几个人的脑袋 才勉强镇压住 只是却要耽误很多天的功 得知是这个原因 明家才缓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范贤的阴谋就好 便开始等待着内库复工的那天 之所以明家会如此迫不及待 如此紧张 全是因为前两个月里一切风调雨顺 明家对于内库的出货能力渐渐认可 按照日常的数量 与东移城和海外签订了大笔合同 货单如今已经到期 明家需要大量的货物 商家需要的是信誉 明家宁肯赔钱 也不愿意没有货卖出去 又过了数日 三大房终于复工 然而生产出来的各式货物 却没有多少 杯水车薪 不知何时才能回复去年的光景 明家一时陷入了小小的慌乱之中 为了完成货单 不得已开始四处调货 将家族存着最后备用的存货 调光了不说 还迫不得已 用高价在行北路和行南路的那几家中 借了一些货 得了账房先生的回报 横估了一下 如今族中可用的流水 明清打皱着眉头说道 范贤究竟想做什么 难道收我几天货 就想把我打垮 这也太幼稚 明兰实在一旁听着 嘴里有些发苦 这些天 他暗中向招商钱庄掉了一笔银子 准备掺手到私盐生意中 这次的合作对象 是江南最大的盐商杨继美 而且得知杨继美和总督大人薛青的关系 所以明兰实并不担心什么 只是私盐的回力至少需要三个月 如果父亲知道他把家中的流水挪到了别的地方 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胸有成竹 我们明家别的没有 就是有银子 范贤想操控市面上的货架 来吃我们家的银子 那就送给他吃 反正他将来还是要吐回来 必须把这次的货单完成 然而监察院的行动 当然不仅仅是操纵货架这般简单 便在明家高价集货成功之后的第二日 三大房的工人们像是吃了麻黄素一般兴奋起来 内裤的运作突然爆发 根本看不出一丝工巢的影子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连创日产量的高峰 几大黄商出手的货架虽然是朝廷恒定的价格 但卖出去的价钱必定要受上游供货方的控制 此时货架建了起来 生意却好了不少 岭南雄家孙家甚至是夏明济 都在这一波行情中挣了不少 主要是挣了明家不少差价 谁让明家飙露最多呢 明家辛辛苦苦极的高价货 履行了大部分的货单 然而眼睁睁看着市面上的货架在叫 说不出的恼火 尤其是泉州出海的几个洋人 更是无耻的跑了路 转向岭南去接便宜货 让明家砸了一大堆高价的瓷器香水在手里 仅此一亿 明家就折损了七十万两的流水 如果放在以前 这七十万两对于江南明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是被监察院全力打压了一年之后 明家的流通渠道里早已接近水窟 全靠太平和招商两家钱庄的支撑 如今又有七十万两流水像雪花一样消融不见 由不得明家主人明清达或警惕起来 这一单一定要送过去 施比堡虽然是个洋人 但他背后也是大的洋商行 一定不会像那些岛人那般无耻 他也是讲信誉 明清达揉着疲惫的双眼对下面的儿子说道 那是这次你亲自押货去 一定要小心 明兰石应了一声 他也知道这批货很要紧 因为这批货是父亲大人想尽一切办法 不知动用了多少关系 才从内裤里抢出来的一批试用货 所谓试用货 指的便是内裤初次研制成功的货物 如同以前的烈酒香水一般 定价虽然极高 但世人皆知肯定是极新奇的玩意儿 一旦卖出去 可以当作黄金来卖 这次的试用货是一批镜子 明兰石亲自验过后 这些镜子的主料是玻璃 但背面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竟然给镀上了一层银子 照上去掀毫臂线 实在是宝贝 按道理讲 以范贤和明家的关系 内裤这么重要的试用货 怎么也轮不到明家发财 然而明家毕竟在江南经营日久 转手通过另一家黄商 才把这批货吃了下来 但明兰石心中依然有一些不祥的感觉 如果能把这批银镜 安全送到泉州的师碧堡手上 明家目前的十分艰难周转的局面 便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可是会这么顺利吗 明清达阴沉着脸说道 不用担心什么 我已经与京中通了消息 这批货你亲自押送 郊州水师那边也交代过 这次我们不自己出海 虽然少政线 但行走在周郡之间应该安全 这位已经忍让范贤一整年的明家主人 忽然抬起头来 含着声音说道 如果有人真的敢杀人抢货 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杀死 逃回人来 我们便上京打御前官司 三日后 由苏州往东南方向去的一座小山之上 洪长青看着山下那条长长的车队笑了起来 装银镜的车子并不多 只有两辆马车 但明家竟然出动了五百私兵前来护送 果然十分重视这笔出口的货单 然而他的笑容马上就脸了下来 变成了一片寒冷 在这一刻 他想到了一年前 郊州水师大批官兵上岛屠杀的那一日 他想到了那些吃辅食的海鸟 在那个岛上死不明目的海盗兄弟们 虽然从一开始 他就是监察院的密探 负责上岛针基 但是在岛上和那些海盗待的久了 总有些感情 所以今天他站在山上 看着下方明家的车队和私兵 唇角露出了一丝快意而血腥的笑容 今天不杀人 但肯定比杀死这些人 还让明清达更心痛 正思考间 一队约二百人左右的骑兵 护送着几辆马车 从和明家正对着的官道上走了过来 两边相冲 便堵在了山下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陈平平和叶刘云的扮演者林强 更多精彩竟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明兰石一直小心注意着道路上的情报 看着这群人 马上发觉到一丝诡异的气 指挥手下的私兵们 拔出了武器准备迎敌 但是那二百人的骑兵 并没有如何动作 只是冷漠地与明家车队擦肩而过 这些骑兵虽然直立马上 但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寒冷而肃杀的气息 令明家的私兵们不敢妄动 恰恰两个车队并成两条线的时候 二百骑兵护送的几辆马车 忽然边箱破了 里面的东西全部清了出去 砸在了明家存放银镜的马车里 如果是一般的货物 砸一下又怕什么 但问题是砸在存放银镜马车上的东西 是鹿石 极重极沉 极有棱角的鹿石 无人敢以血肉之躯去栏 就算身负严命的明家私兵也是如此 只听得轰的几声闷响之后 传来无数声细细碎碎的破裂声音 明蓝石尖叫一声 赶紧下马查看 只见了一百多面银镜 绝大部分都被压成了碎碎闪光的镜片 虽然依旧反射着迷人的光芒 可是 山下官道之上顿时大乱 无数人拔出兵器 双方对峙着 大战一触即发 明蓝石眼前一黑 马上知道完了 他狠狠地转头 盯着那二百骑兵的首领人物 咬牙说道 果然 堂堂监察院黑旗 什么时候也做起了杀人截获的事情 那名首领人物脸上罩着银色的面具 并不意外明家少爷能够认出自己一行人的身份 因为他们今天本来也就没有准备遮掩身份 监察院黑旗副统领金戈 望着明蓝石冷漠说道 本将没有杀人 也没有截获 本将护送内裤三大房所需要的食材途经此地 而等民间商人竟敢走路 道路窄且狭 不幸翻车 双方均有损失 某不要你们赔偿 而等也休要鼓噪 激怒了爷爷的凶性子 此信你们的人头 明蓝石眼光有些昏暗 看了看那些浑身铁血气息 似乎跃跃欲湿的黑旗 他强行将胸中的愤怒压了下去 只觉咽喉里一片血腥味道 瞪着眼睛痛苦失神道 翻车 这世上有翻车翻得这么准的 双方均有损失 你家的石路怎么翻也不会少个酒 而我家 却是脆弱的炎镜啊 安静的山谷中 一片压抑与恐慌 却没有人敢动手 明蓝石当然知道这是范贤安排的事情 从一开始就是 但他不明白对方毕竟是朝廷官员 怎么会做出如此无耻的事情来 面对着这样一支可怕的骑兵 明蓝石不想与对方火拼 从而送掉自己的性命 可是满地的碎片 让他的脑中一片愤怒 明蓝石大怒奸声骂道 我要去京都打官司 随便 本将不奉陪 静哥冷冷地抛下这句话 便率队走 走之前 还没忘了把那重重的石路 也给抬回到了马车上 只留下欲哭无泪的明蓝石 那些满脸瞠目结舌的明家司军 还有一大片散落地上 晶晶发亮的玻璃碎片 往年明家暗中续扬海盗 与焦州水石勾结 于东海之中 抢船截获 杀人如麻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条性命 抢抢了朝廷多少货物 如今范贤反其道而行之 不在海上下手 却在路上动刀 既不害你明家人性命 也不夺你货产 只是尽数毁去 让你明家哭也哭不出来 天理循环 天功地道便是如此 事情还没有完 穿着一身官服的红长青咳嗽了两声 从山上走到了明蓝石的身边 微笑说道 明少爷好 红大人 明蓝石此时已经麻木了 看见范贤的亲信也不怎么意外 只是不知道对方想和自己说些什么 红长青凑到明蓝石的耳边 咬牙冷狠说道 我本名叫青娃 原来也是那个岛上的兄弟 这些不值钱的玻璃片 是本官替猛子哥 兰花姐 还有岛上死去的几百个兄弟 谢您的 不会忘了兰花姐吧 那可是您最疼的姨太太呀 红长青说完这句话 胸中充满了抱负的快感 大声说道 呵呵呵 谢您了啊 哈哈大笑声中 红长青潇洒离开 留下明蓝石面如土色 一脸震惊 他有些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似乎此时才想起 自己曾经用这双手 结束过一个对自己满怀痴情女子的性命 消息传回苏州城外的明园 明清达右手一抖 手中捧着的上号官瑶瓷器 吹了一声摔在地上 碎成无数片 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心疼 因为那些银镜摔碎成玻璃片的脆响 已经让他心疼到毫无知觉了 这位老爷子忽然觉得自己的心 也像这地上的瓷碗 纳出的银镜一样 碎成了无数片 打官司 我不怕 遇前官司就更不怕了 他找谁去替他打呀 在颖州逍遥了半个月以后 范贤等到了王启年 终于坐上了马车 开始继续往杭州市去 监察院的消息早已经传递了过来 范贤挑了挑眉梢 有些好笑 有些快意 去年在江南 虽然也在呼风唤雨 但总被明清达那个老狐狸郁闷拖着 此时京都平 自己将对方玩弄于鼓掌 实在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他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方略 而具体的执行者却是下面的人 他也没有想到 红长青直到如今 还记得那个岛上的惨剧 硬是不肯让明家死得痛快一些 非要这么慢刀子割肉 范贤对身旁的王启年说的 慢刀子割肉 温水煮青蛙 哎呀 我都替明家感到心疼 传令下去 我后到了 这儿郎们别再贪玩 人家收了得好 王启年在京中留了近一月 就是为了注视这宫里的动静 他说道 再过几天 长公主和太子爷已经顾不得明家的死活 要抢在明家反应过来之前动手 现在正是时候 要的就是他们想不到我会下狠手 明家现在只怕我还会继续陪他慢慢熬下去 我就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忽然笑了起来 掀开车前的帘步 看着缓缓倒退的江南官道 忍不住心中的快意 哼起了小曲 王启年在一边听着那种怪声怪腔的曲子 忍不住笑着问道 嘿嘿 大人 至于乐成这样 憋了一年 终于可以放手做事 想不乐也难呀 当钦差大人的马车遗仗 用最缓慢的速度向杭州进发时 苏州城里的诸人却是各有心思 全清江南的总督大人薛青 收到了范贤的亲笔书信以后 便一直坐在书房里发呆 他左右二位师爷也知道了书信中的内容 与大人一样都在发呆 看着就像是三尊尼菩萨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王启年和静王爷的扮演者 图特哈蒙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八百五十六集 薛青离京早 路上快 二十几天前就到达了苏州 对于这段日子里 明家吃的亏是清清楚楚 但他本以为这只是监察院对明家的再次削弱 却没有想到范贤在信里竟然说的那般自信 竟像是准备避其功于一亿了 范贤他凭什么 这又不是打架 江南总督薛青明显不知道关于招商钱庄的勾当 在苦苦思考范贤的信心来自何处 为什么要在信里向自己通气 让自己做好准备 佐师也皱眉出主意道 钦差大人既然这般说 那便是心中有定数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薛青陷入了沉思之中 如果范贤真的能够把明家吃掉 他身为深知陛下心意的亲信 当然会好生配合 可问题在于 他对于明家身后的皇族势力也是颇为忌惮 一朝经中没有明显的倾向 他是万万不敢抢先动手的 要不然 咱们就和去年一样 再看看 又是也想了半天 只想出一个霍西尼的法子 薛青忽然双眼一睁 两道寒芒射了出来 看 当然要继续看下去 但不能光看 范贤只是行江南路新差 他就算有办法在明面上赶走明星达 可暗底下 却不方便让监察院出手 总要照顾一下江南的民心 吊州军看住明园和明家那一千四兵 如果范贤没办法 咱们就继续看着 如果范贤成功 咱们就得帮他把这些人吃掉 有大人 调兵杀人 如果被宫里那些人知道 会出大麻烦的 薛青挥挥手中范贤寄来的亲笔密信 平静道 他既然敢做 就一定对经理的局势有把握 这位年轻的钦差大人可不是一个傻子 写信告诉我便是要分我功劳 可这一年江南路衙门什么都没做 如果想分这笔功 就一定得出力 忽然间 书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薛青皱了皱眉头 事业上前开门 一位江南路衙门的下属官员 黄吉走了进来 来不及攻身 直接对薛青禀报道 总督大人 明家出事了 明家出事了 薛青在心中一惊 暗叹范贤动手好快 面色却依然平静 问道 具体讲来 那名官员吞了一口口水 说道 上午的时辰 那户转银丝衙门上 明媛收了一笔账 明目好像是银镜 薛青知道那批银镜 被范贤使人砸碎的内幕 眉头微皱 也不禁有一些心疼 问道 那又如何 明家签了协议 这银子自然是要给的 这话明显是偏着范贤那边 朝廷对付商家 总是这样的不要脸 那名官员看了总督大人一眼 小心说道 关键不是这笔银子 听说 明家的周转出了问题 与他家有关联的几家钱庄 现在都去明园里逼债的 逼债 薛青豁的一声站了起来 心里马上转过无数个念头 明家在江南 延绵百年 赶上明家逼债的 可没有几个 一则明家银子多 二则也没有钱庄 愿意得罪他家 这 这怎么今天 却忽然变了 难道范贤整了明家一年 竟把明家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如果明家真的还不出钱 被那些钱庄们逼得商行贱卖 家族打乱 这 薛青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知道陛下的意思 明家一家要让朝廷控制 但是明家不能乱 明家一旦真的破产 不说那族中的数万百姓 与之兮兮相关的江南百姓怎么办呢 太平钱庄也去了 没有 派人去明园外盯着 听到明家最大的合作伙伴 太平钱庄没有参与此事 薛青心下伤安 但面色依旧阴沉 吩咐道 告诉那些人 明家与钱庄间的纠纷 朝廷不管 但是 明家不准倒 范贤和薛青一样 都很明白皇帝老子的意思 明家是要吃的 而且是要整个吃过来 诗相还不能太难看 不能让明家自身的实力折损太多 从而影响了整个江南的稳定 所以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明家倒 明清达也不可能看着明家倒 所以此次逼债并没有存着清盘的念头 只是想谋取一些极大的好处 而今日之所以是几家钱庄 一起去明园要钱 纯粹是因为范贤依然存着一丝奢望 能够把招商钱庄的幕后冬家掩藏起来 这世道欠钱的永远比借钱出去的有道理 有底气 所以明家当代主人明清达 捧着微温的茶碗 一口一口缓缓戳着茶水 眼皮子都懒得抬眼 虽然他的下方坐着的是各家钱庄的代表 从名义上来说都是他的债主 而那些钱庄的掌柜们 也没有身为讨债人的自觉 很猥琐的坐在椅子上 只敢往上放三分之一的屁股 偶尔抬眼看看明家主人 眼中便会闪过一丝害怕 哪里像是来讨债的呢 这些钱庄掌柜知道自己是小蚂蚁 只要明家主人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把自己捏死 把自己从江南这块地方上赶出去 但是今天他们不得不来 因为连着一年 明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已经让他们起了担心 加上被人有心挑弄了一番 今天都汇聚到了明家的会客厅里 他们代表着资本 虽然银子不多 但依旧是资本 资本最心疼自己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损失 尤其是这一个月里 所有的人都知道 监察院对明家的打击力度又大了起来 明家连受损失 而最近那批银镜的报废 今天上午内库转运司的逼银 终于成功地压垮了 这些钱庄掌柜们的心理防线 一位老掌柜苦着脸 恭恭敬敬地说道 明老爷 明家值江南商界牛耳 已近百年 若说还不出银子 那是谁也不信的 只是 最近市面上传言极朵 总想来求老爷子 给咱们这些人一个准话 准话 明清达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这些麻黄一样的无耻东西 往常跪着上面 我都懒得正眼看一眼 如今居然敢来 向我讨话 明老爷子根本不在乎这些钱庄掌柜 就算现在明家的周转再困难 还掉这些银子还是绰绰有余 他的眼角余光 只是淡淡地瞥着 一直安静坐在最后方的那位掌柜 那位掌柜是招商钱庄的大掌柜 身后站着一位面向英俊的年轻人 招商与明家的关系没有太多人知道 招商钱庄在江南的名声也并不响亮 所以他坐在了最后面 明清达心里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招商钱庄今天来凑什么热闹 他没有兴趣再和这些掌柜们说什么 端起茶碗送客 同时冷漠地让这些人去账房里 把所有的借贷清掉 笼共十几万两的债务 明家受不得这种屈辱 那些钱庄掌柜们心中大喜之后 富有大惊 首先是钱终于拿到手了 虽然损失了一些利息 惊得却是 看明家这种豪气 难道是他们这些人收到的风声 有问题吗 感谢收听本集庆云年 我是剧中邓紫月和赖玉石的扮演者孙月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云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第八百五十七集 所有的掌柜们都退了出去 明清达偏着头 饶有趣味地看着一直未动的那位掌柜 轻声说道 我知道 他们都是被你劝着来的 招商钱庄的大掌柜温和笑了起来 并没有反驳这句话 明清达眉头微皱说道 说吧 你想要什么 都是在商界浮沉了无数年的老狐狸 从这一年与招商钱庄的配合看起来 明清达心知肚明 这位从不出名的钱庄大掌柜 当年也一定是一位狠角色 此时所有闲杂小瞎都走了 二人说话便直接了许多 明清达清楚明家向招商钱庄 一共掉了多少银两 如果招商钱庄先前也加入到 逼债清盘的队伍之中 明家也只能去卖田卖房 就算此次支撑下来 家族也会元气大伤 而对方竟然一直沉默到现在 那肯定也不会是来看明家笑话的 一定另有所求 而以招商钱庄手中握着的那些借据 确实已经有资格从明家手上要些什么 大掌柜微微一笑说道 明老爷子 我家东家要与您合作 合作 明清达的眼睛眯了起来 韩光一放极脸 钱庄与商家合作 是怎样的合作呢 他闭目沉思片刻 轻声说道 不行 不行这两个字虽轻 却是质地有声 不容人质疑 大掌柜似乎也没有想到 明家会如此直接的拒绝 微微一正以后 依旧是笑了起来 不行 也要行 明清达猛睁双眼 用一丝怜惜与不懈的目光盯着掌柜 冷冷的声音从牙缝里渗了出来 你是在威胁我 不敢 只是一个请求 明清达再次陷入沉思之中 他没有去问对方威胁自己的平视 这一年里向招商钱庄借了不少钱 这就足以让对方说话有了几分底气 大掌柜不急不缓地说 在商言商 如今的局面 明老爷您也清楚 如果我钱庄平条索银 明家的周转马上就要断了 您拿什么去供内裤的后续银子 那位小贩大人可等着您拿不出银子 就可以断了您的行动路权 明家虽然富庶强大 可是这皇上的身份总不能不要 内裤流出的银子不能不要啊 明清达沉默了下来 知道对方说中了自己的要害 明家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流水周转已经见有干枯之下 调音调气上写得清楚 雷到时间 你们一两银子也别想拿回去 事到如今 明清达依然没有一丝慌乱 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 不料招商钱庄大掌柜微微一笑说道 哈哈 谁说不能拿回去 调气上写着 若钱庄愿意潜水架出气 您就必须在五日之内还银 这官司即便是打到京都去 也是我赢 您哪还是必须还银子 潜水架 明清达猛的一下站了起来 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压低声音阴沉赤道 你疯了 你要损失三成 如果真的不能合作 就算损失三成的银子 我们钱庄也要请您提前还银子 明清达冷冷地盯着他 似乎是想判断对方究竟是不是一个疯子 稍稍放缓了一下口气 说道 真这样做 我们明家大不了卖天卖地 也不是还不了你 可是你们钱庄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正证明了我方的决心和诚意 我家东家一直在做钱庄生意 但对于贵国的商贸十分有兴趣 他是一位有野心的人 愿意和您这样的当事豪杰合作 所以请您务必赏面 明清达缓缓坐了下来 他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招商钱庄的东家 早在一年之前 就想借由借贷的关系 加入到明家的生意中来 这个局设得太久远了一些 你家东家是谁 协议达成之日 东家定会亲自上门来 拜谢明老爷 可如果我真的不想怎么办 明清达已经回复平静 淡淡说道 打官司也好 我明家一路奉陪 不过这些银子吧 总还是可以拖个一年半载的 真的能拖吗 御前官司只是笑话 一庆律 民生疏首三条 大人应该明白 民间借贷官司 顶多能打到江南路亚门 打到薛青大人面前 您确认愿意这样做 明清达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朝廷对于自家已经虎视单单了一整年 如果碰见这种官司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阴死自己 没想到招商钱庄将所有的后路都已经算到 将庆国朝廷与商人之间的争执 看得如此明白 明清达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 盯着这位大掌柜 老累的心在咆哮 这是一个阴谋 一阵极久的沉默之后 明清达有些疲惫地说道 你家东家想怎么和我合作 债比银 转骨 大掌柜干净利落地说道 东已去 春未至 昨夜一阵寒风掠过 明园墙外那出生的心嫩青鸭 顿时又被冻死了 犯着不吉利的惨白 明清达微微闭目 他早就猜到对方会选择这个方案 而且拋却家族被算计的屈辱不严 如果招商钱庄的东家 真的入了明家的谷 双方抱成一团 资金会马上变得充裕起来 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甚至连东宜城和太平钱庄的脸色 也不用再看了 明清达的心情略和缓了一些 斟酌片刻以后说道 要多少 三成 大掌柜松了一口气 抬起脸温和微笑的 全部的三成 由官府立弃 死弃 明清达将将采好了一些的心情 马上陷入了无穷的愤怒与嘲讽之中 他望着大掌柜轻蔑地说道 三成 你家东家是不是没有见过世面 区区四百万两银子 就想要我明家的三成 大老爷误会了 全部的三成是指明家的骨子 总量并不包括朝廷里那些贵人的干骨 我们家东家虽然有野心 但也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和胆量 明清达冷笑一声 长公主与秦家在自家里的干骨数量极大 如果说他们的三成是包括了这个干骨的数量 那倒真是好了 看他们将来怎么死 然而对方要其余的三成 这个数量也极为过分 他冷漠开口准备送客 不值这么多 明家 富甲天下 手握江南不尽民生 两天万寝 房产无数 这区区四百万两银子 当然不值这个数 而且 此一时彼一时 现银这东西和资产并不一样 同样是一两银子 在不同的时刻 却有不同的价值 这四百万两银子 若放在以往 只不过是明家一年的现银收入 当然抵不上三成的骨子 但现如今 明家正缺流水 需要现银救急 我家东家入股之后 自然会大力提供银钱支持 这四百万两 就代表了更重要的价值 如今 万明家三成股份 并不贪心 老爷子也是明北人 当然知道 我家东家喊的这个价 已经算是相当公允了 明清达沉默片刻 知道对方说的是实在话 姿势体大 我虽是组长 也不能独断 我要再想想 他端起了茶杯 招商钱庄大掌柜 与他身后的年轻人 告辞出去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庄小范贤 还有范弱弱的扮演者 梁小鱼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858集 明兰石从侧方走了进来 看着父亲黄吉说道 父亲 不能给他们 现在才知道 这家招商钱庄 真的马的黑 居然从一年前就开始 谋划咱家的产业了 明清达看了儿子一眼 有些不喜的摇了摇头 不赞同他的话语 在商言商 这一年里 如果不是有招商钱庄的支持 咱们家的日子还要惨现 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据 加上后续的流水支持 换取三成骨子 确实如他们所言 是很公允的价格 可是 明清达有些疲惫的挥挥手 在今天与招商钱庄的谈判中 他看似自信 却在步步后退 以至于内心深处 对自己都产生了某种怀疑 是不是这一年里被监察院连反打击后 我的信心已经不足了 是不是在范贤面前跪了一次 做了无数次的隐忍退让后 我已经缺乏了某种魄力 习惯了被人牵着鼻子走 可是 我是明家当代主人 明清达缓缓说道 再伤言伤 但招商钱庄既然用阴的 我们又何必还装成自己一直双手干净 明兰使感觉后背一阵冷汗涌出 痴痴说道 父亲 一旦失败 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 有长公主护着 便是范贤也不敢乱来 区区一个招商钱庄 哼 算得了什么 可招商钱庄 在东夷的总行肯定有账目 明兰使看着父亲 忽然感觉到一阵寒冷 觉得往常显得睿智无比的父亲大人 现如今却渐渐变得愚蠢愤怒了起来 明清达平静睿智的眼眸里 闪过一丝争议 冷冷说道 不管了 东夷城的人找咱大庆要钱 谁耐烦理会 要不然 要不然 咱们卖地卖宅子吧 这笔银子虽然多 但不是还不起 你能想到的 他们能想不到 朝廷严禁田地私下买卖 如果是小宗的还好话 可是这么多田要卖出去 怎么能不惊动官府 应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年以后 招商钱庄 宁肯损失三成 要提前还债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逼咱们分骨 老爷子忽然心头一沉 想到朝廷严控土地买卖的绿条 正是当年叶家女主人在世的时候 强力推行的新政之一 明兰石面如土色的离开 他猜到父亲会做什么 但不知道父亲会怎样做 只知道父亲在明家面临暴风雨的情况下 在这一年的压力下 终于失去了理智 而他虽然依然极其艰难地保持着一丝清明 认为与招商钱庄合作更好 但是基于自己那件一直引而未报的事情 他也不敢开口劝说什么 当天夜里 苏州城那条青石砌城的街道上 忽然多了一些稀稀锁锁的声音 就像是被冬天困在洞里许久的老鼠 忽然间嗅到了香美糕点的味道 借着夜色的掩护 倾巢而出 然而老鼠只有三只 三个穿着黑色夜行衣的高手 轻而易举的突破了招商钱庄的防卫 直接杀进了后堂 钱庄的保卫力量一向森严 加上招商钱庄的幕后身份 暗迪里请了不少江湖上的好手 然而就是这样的防卫力量 却挡不住那三名夜行人的雷霆一击 由此可见那三名夜行人的超强实力 最可怕的是来袭者手中的长剑 剑上仿佛烙印着某种魔力 破空无声 剑出不回 直刺有如九天降怒 气势一往无前 从不回顾 片刻间 在钱庄的礼铺里 留下了十几具尸首与满地的鲜血 而没有人来得及发出惨忽 与忽救之手 然而这样三位极高明的剑客 却在钱庄的后园里 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他们明明看见了招商钱庄 大掌柜死死抱在怀里的 那一盒戒具弃书 却无法把剑尖刺入对方的咽喉 甚至是三人中领头的 那位绝顶高手也做不到 因为他手中那柄开山破河的无上轻剑 此时正被一张看似柔弱 却实则内蕴无穷绵丽的青色帆布围绕着 剑客收剑而回 双手一握 对着手持青帆的年轻人行了一礼 武道之中自有尊严 暗杀到了如今这种地步 便成为了武道上的较量 此时青帆已经被那道极高明沉稳的剑翼 绞成了无数碎片 上面写着铁像二字 也变成了碎布片上的小黑点 曾经化名铁像 如今化名为王十三郎的年轻人 手里拿着那根光秃秃的翻棍 看着对面手持轻剑 一副大师风范的黑衣人 缓缓低头回了一礼 请 黑衣人取下蒙面的布巾 一脸肃容 三缕轻虚微微飘荡 紧承持剑 将全身的精气神尽数灌入这柄建筑 轻起双唇说道 以王十三郎天不怕地不怕 浑然洒脱的心性 骤然看见这人的面容 也不禁动容 如果是范贤在此地 看清黑衣人的面容 只怕也会马上转身就走 一刻不留 云之兰 东夷城四顾剑首图 一带九品上剑术大家 云之兰 王十三郎右手紧紧握着翻棒 瞳孔微缩 十分紧张 跟随云之兰进入招商前庄后院的两位夜行人 正是东夷城的高手 他们看见云之兰持剑正面对敌 十分恭敬地退到一旁 在他们心里 对面那个持翻的年轻人 虽然修为极其高深莫测 但只要他不是大宗师或者沁国范贤这种变态人物 那就一定不是云之兰的一剑之地 王十三郎正正地看着他 忽然说道 您的伤好了吗 云之兰微微皱眉 缓缓说道 阁下认识我 去年春天时 云之兰单身赴江南 一方面是暗中看着自己的女徒弟们修炼 最重要的目标却是想伺机刺杀江南路钦差范贤 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有些痛苦 一带剑法大家 居然只是坐在渔船上远远的看了楼上的范贤一眼 便中了监察院的埋伏 时至今日 云之兰对于从水中如鬼魅般出现的那道剑芒 依然念念不忘 暗生寒意 因为那道神出鬼没的剑芒 让他受了出道以来最重的伤 然而他受伤的消息一直严格控制着 想必南庆朝廷也不愿意闹出外交风波 所以当王十三郎问他的伤好了没有 云之兰心里觉得有一些惊讶 王十三郎有些无奈的笑了笑 说道 君乃一带剑客 奈何 为人做贼 阁下何尝不一样 就算你把招伤前庄的人都杀了 把这些气条烧了 也不能帮到明家 这里留的只是超剑 元剑自然不在苏州 元剑在东夷城的话 明天应该就没有了 我不知阁下何方门下 但是明家对我东夷城太过紧要 还请阁下不要阻拦 宁清达已经完了 还没有继续说完 一直安静等在云之兰身边的黑衣人 开口说道 师父 人是在拖时间 王十三郎微微一正 才发现这名黑衣人竟然是位女子 说话的声音极为清脆 不由偏着脑袋笑道 思思也来了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王熙的扮演者 莫然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晓鱼团队制作 第859集 黑衣人身子一震 云之兰也好奇地看着王十三郎 叹息说道 没想到您居然对我师门如此了解 真是有些好奇 只可惜时间不多 马上苏州府就要来人了 他缓缓举起手中的剑 剑肩微微颤抖 摇摇指着王十三郎的咽喉 你不会杀我 为什么 因为 王十三郎忽然面色疑速 火腿退了半步 青帆孤棍 呼对一下劈了下来 左手反自背后握住棍尾 右手一压 棍间夹着一股剑意往下一压 破风之声呼作 呼吸 只在空气中展出一条线来 好强大的剑意 云志兰瞳孔微缩 缓缓问道 招商前装的东家究竟是谁 王十三郎犹豫了片刻 缓缓收回青帆 张嘴无声比了一个口情 云志兰满脸惊恶一现极隐 无奈地笑了笑 没有多说一句话 便带着两名女徒弟转身离开后院 在江江要出后院的时候 他忽然回身说道 师弟保证 范贤比你想象的还要阴险 大师兄 如果你告诉了明清达 相信我一定有机会 看着范贤是怎么把我慢慢阴死的 云志兰没有回头 双肩如同铁柱一般的稳定 他沉默片刻以后说道 他用这么大的利益为赌注 来试探你对他有几分忠诚 我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可能他很有自信 就算我判了他 也有办法把明家搞死 他只是让我主持此事 顺便看一下我的态度 师尊的意思究竟如何 是明家重要 还是范贤对你的信任重要 我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 小范大人的信任最重要 就算我与您联手 告诉明清达事情的真相 帮助明家度过这次劫难 可下次呢 内裤终究是小范大人的 师尊并不介意 与异国的小朋友 树立起某种友谊 那你刚才就不应该告诉我 王十三郎笑着 看了身后抱着文书 满脸警惕地 招商钱庄大掌柜一眼 就算我没有告诉你 但是谁也不知道 暗中我会不会通知你 所以还不如当面告诉你 看来东夷城里也不会动手了 云之兰叹息着 他并不是叹息自己白跑了一趟 而在赞叹师尊那张鱼痴面容下的深刻心机 他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 那位最神秘的小师弟 原来出炉之后一直跟着范贤在做事 是的 如今是我在宫 所以请大师兄暂退 请保持沉默 我可以退 但我为什么要沉默 王十三郎从怀中取出一块小小的玉牌 给他看了一眼 云之兰看见这块玉牌 马上叹息了起来 摇头说道 门中一直都知道 你是没有剑牌的 没想到原来师尊给了你这一块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 所有的势力 都在做骑墙草 而东夷城一脉 无疑是一棵参天大树 他如果往任何一方倒下去 都有可能产生某种意料不到的结局 再也无法飘回来 所以四顾剑不能倒 因为他的剑要守护着东夷城 他必须对庆国的局势完全判断清楚 才会做决定 或者说如果有足够强大的致命诱惑 他才会出手 因为范贤的突兀崛起 他必须在范贤这边投以足够的诚意 一部分的态度 正是王十三郎 而他还在长公主那边保留了一部分态度 比如云之兰 只有这样 日后庆国内部不论哪方获胜 他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 这就是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而今天夜里对招商钱庄的突袭 却让四顾剑的两只手正面握在了一起 开始叫力 只怕这个情况 连这位大宗师自己也没有想到 范贤先出的手 所以云之兰只好退走 可是他不必沉默 他完全可以告诉明清达真相 让他拒绝招商钱庄的入骨 但他看到了师尊的剑牌 所以明白了在眼下暂时的局面当中 那位大宗师更倾向于哪一方 招商钱庄里一片安静 隐隐传来钱院的血腥味道 先前一直警惕着的钱庄大掌柜 此时脸上早已回复了平静温和 他对着手持轻翻发愣的王十三郎 郑重行了一礼 恭敬说道 恭喜十三大人过关 王十三郎有些吃得翩翩头 半晌以后叹息道 人心真是复杂 师尊和范贤还真是很有趣的两个人 明清达又一次习惯性的 把目光投往明园高墙外的树上 心里有些凄凉 想着明明冬天已经结束 春风已然浮面 前些日子出生的轻嫩枝鸭 怎么偏偏又被冻死了呢 他知道现在摆在自己面前 摆在家族面前的局面 也有如严酷的冬天 明家百年基业 本来哪里这么容易就被人玩死 然而自从成为经销内库出品的皇商之后 明家赚得多 也陷得太深 根本拔不出来 渐渐成为了朝廷各大势力决力的场所 商人再强 又哪里经得起朝廷的玩弄 无论是这一年里的打压 还是前几个月里的货架操控 以及那次恶毒到甚至有些无赖的食杂银镜 明家付出了太多血汗 损失了太多实力 整个家族商行的运作越来越艰涩 如果他能脱身 明家依然能够保存下来 但他不能脱身 所以他需要解决问题 眼下摆在明家眼前最急迫的问题 就是周转不灵 流水严重缺乏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有外部的支援 然而太平钱庄毕竟不是无底洞 不可能永远向明家输血 东夷城方面据说已经有人开始提出异议 而那该死的招商钱庄 明清达的眉头皱了 咳了起来 咳得胸肩一阵撕裂痛楚 如果招商钱庄要的不是明家三成骨子 而是手里头握着足够的筹码 明清达也不会做出如此丧失理智的反应 他甚至愿意和招商钱庄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当度过这一次风波之后 两手携起手来 转进天下的银子 可是想要自己的家产 这便触及到了明清达的底线 这是他弑母下跪忍辱求荣才谋得的家产 怎么可能就为了四百万两银子便双手奉上呢 可是现在的明家还确实抽不出现银来还这四百万两银子 就算招商钱庄用潜水架硬气 接近三百万两的银子 明清达也拿不出来 他咳得更厉害了 咳得眼中闪过了一丝黯淡失落与屈服 云之兰又一次带着他的人走了 只不过上次这位剑术大家是伤在监察院手下 而这一次却是潇洒离开 两种分别让明清达嗅到了极其危险的味道 前天夜里 招商钱庄虽然死了不少人 但是仗策与戒具没有抢过来 东夷城中的行动也根本没有动静 相反 江南路衙门抢先接手了招商钱庄血案 派驻了重兵把守 同时明家的私兵 也全部被江南路总督薛青的周军们 紧紧的盯着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林洛甫的扮演者依闪闪 更多精彩 尽在喜马拉雅 YouTube频道朝花夕时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哪些您想听的小说 请给我们留言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谋略大戏 庆余年 起点中文网百万推荐 猫腻原著 梁小鱼团队制作 第八百六十集 明清达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用雷霆手段 被朝廷盯着 一切只能从商路上想办法 而要解决目前明家的危机 他只有选择低头 他有些疲惫的对身旁的姨太太说道 请招商钱庄的人过来 你亲自去 态度要好一些 那位当年明老太君的贴身大丫鬟点了点头 然后提醒他 赶紧向经理求援吧 明清达冷漠的看了他一眼 冷漠的 母亲不知道你曾经是长公主的宫女 但你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不用刻意提醒我什么 我和殿下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也不准被下船 他顿了顿 觉得在这名女子身上撒气没有必要 摇头说了 心早就发给宫里了 长公主殿下一定有办法拖住范贤的手 如果长公主殿下有空闲的时间 当然有足够多的阴谋诡计 朝征唐辩来拖延监察院对明家的禁闭 问题在于 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忙了 招商钱庄的大掌柜 冷漠地坐在明园华柜的花厅里 手边的茶水一口未动 他的右手系着绷带 不知道是不是在前天夜里的厮杀中受了伤 此一时彼一时 前天是招商钱庄主动找明家谈生意 今天却是明家在施案手无效以后 无奈地主动请求 所以这位大掌柜的态度明显也不一样 明清达在后方偷偷看着对方的脸色 心想这位大掌柜虽然愤怒 但却依然来了 想必是钱庄的幕后东家 不愿意因为前天那件事情 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大买卖 他正准备先连出去 却发现自己的袖子被人拉住了 恶然回首一看 发现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明兰石 脸色惨白 欲言又止 明清达皱着眉头 低声呵斥呢 现在什么时间了 有话就说 明兰石往厅里瞄了一眼 脸色更加难看 扯着父亲的衣袖进了后厅 然后二话不说便扑通一声 跪在了明清达的面前 明兰石鼓足勇气抬起头来说道 海尔不孝 亲父亲杀了海尔 一定不能让招商钱庄 用那些调音换骨子 明清达沉默了片刻 缓缓起唇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明兰石羞愧地低下头去 说道 海尔 私下向招商钱庄 掉了一批银子 用的是 手中的半成肝骨做的鸭 明清达倒吸了一口冷气 面色变得极其难看 却马上回复了镇静 急促问道 什么时候能回忆 定的什么气 能不能找太平转气 这问的是几个关键问题 因为试设明家归属的骨子大事 明清达根本不及 痛骂自己的儿子 抢先问了出来 希望不要让招商钱庄 又多了这半成 死气 至于回忆 怨处以为是三个月 但眼下看来 应该是一分本钱都回不来了 太平应该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不会受转的 原来明家一年里 近在风雨之中 被范贤平视着内裤出产 掐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明家少爷 正如那日对他父亲说的一样 一直以为应该把明家的经营业务大方向进行调整 只有这样才不会永远被范贤玩弄于鼓掌之间 因为明清达的坚持 明兰石只好暗中进行自己的尝试 去年底用自己在明家的半成骨子 换取了招商钱庄的现银支持 他本以为这次尝试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获得极大的收益 说服父亲 但没有想到 明清达脑中嗡的一声 险些晕厥过去 半赏以后才微微喘息着问道 究竟是什么声音 又怎么会一点本钱都回不来 明兰石看着暴怒的父亲 迟疑半赏以后才颤抖着说道 是 私盐生意 明清达一正 半赏没有说出话来 庆国最赚钱的生意永远只有三门 一门是青楼生意 一门是内裤的黄商 一门就是贩卖私盐的大户 然而在这三样当中 贩卖私盐回本最快 利润也是最高 为什么回不了本 明清达冷力的盯着儿子的双眸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沉稳的人 就算是风险大的私盐 你也一定有办法保住本钱 告诉我 为什么回不了本 因为 前些天 盐查衙们突然查击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消息 把所有的十二砖私盐 全部扣了下来 我去找过人 可是根本没有办法 他没有注意到父亲 愈来愈铁精的脸色 一个劲的解释道 那些相关的关卡衙们 一向被家里养得挺好的 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会突然出手 再说杨济美 一向走了那条线 他向孩儿保证 一定没有事 啪的一声脆响 明清达猛的一记耳光 生生的把明兰石 扇倒在了地上 明兰石捂着发麻的脸 半躺在地上 感觉到有血从嘴里流了出来 看着如病师一样暴怒的父亲 根本说不出话来 衙门 衙门 你也知道那是衙门 严查衙门不敢查明家 可监察院难道不会逼着他们来查 明清达压低声音咆哮着 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颓丧与暴怒 杨济美 你脑子里是不是浸了水 那个卖颜的苦力是薛青的一条口 范仙在苏州住的就是他的园子 明清达胸中一阵寒冷 一脚踹在了儿子的身上 咬着牙骂道 我怎么养出了你这么蠢一个败家子 他好不容易才平复下心情 无力说道 这烟生液可留下把柄 四溪监察院用这个罪名斩了你 请父亲放心 明兰石挣扎着跪在他面前 那批烟子直接从招商钱庄出的 杨济美那狗赛虽然知道是我 但官府找不到什么证据 如果招商钱庄 把你与他们的契捷书拿到堂上 官府就有证据了 这个钱庄不会是范贤的吧 明清达身子一颤 片刻以后沉默地摇摇头 不可能是范贤的 长公主在京里查过户部 我们对范贤也盯得紧 他没有这么多的银子来做这个局 这话简单 但背后所付出的辛苦极大 明家要和招商钱庄做生意 当然把招商钱庄的底子调查得清清楚楚 确认了范贤与招商钱庄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明清达没有想到 他调查出来的结果虽然不错 招商钱庄的东家确实不是范贤 那东家是北齐的小皇帝 一切总谨慎出发 明清达仰着头 勉强控制住自己失败的情绪 让出三成 对不起列祖列宗 但可以让咱们再拖一段时间 等着敬重的后手 然而这两年明家渐渐衰败 直至最后覆灭 其实便是因为这个拖字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海棠朵朵的扮演者 沈念如 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